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瑞通突藥即使渦輪攻略 歐淑然 今天請來嘉賓由瑞曼通博香港上市產品銷售部主管翁世權先生 Simon 腰材精圈研究部總監直耀輝先生 Stanley 兩位早晨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問題或卵證問題想問兩位主英家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財財經台的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都在做直播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知想問 都歡迎大家留言 兩位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首先跟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現在跌369點 報在28587點 而國企指數跌177點 報在11032點 首先跟Stanley說回大股情況 看到內地宣布了降準 不過對香港股市和內地股市提震作用不太大 看到昨天早段做了10分鐘或30分鐘之後 市場明顯要掉頭回落 失手了29000 而隔晚美股又要急跌 恒指今次越跌越深 低開80點之後 更加一度跌超過400多點 接下來又沒有什麼好消息了 Stanley 是否真的一步一步慢慢向下呢 你說有沒有好消息 應該就沒有 反而突然轉換壞消息 很灰呀你一說這一句 我敢不敢說 任何事情都是 什麼黎明前的黑暗都是這樣的 嘩 小大使 不過你說黑暗是多久呢 還要黑暗多久呢 這是下一個問題 其實就 都說回一些昨天的事情 你說昨天的鋼準是不是 一個叫做好消息呢 真是很亮體的 但是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話 這個消息基本上是中性 就不算是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你昨天說真句 你看它裡面的細節 它所謂的鋼準 其實那個鋼準 只不過大部分 其實是給一些 我們說四大行 債轉股 其實真的你說那些錢 是不是真的流出來呢 其實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要想回這個情況 但是A股市場 你看得到的也是 今次的鋼準 以過去的經驗來說 通常那一天 那個表現就不會怎麼差 但是昨天這一下 你見到的 就是第一次的A股是插進去 反映了其實這次的 鋼準的消息 跟大家的 可能出現大家說 那個銀碼上好像多了 比預期中多 但是也沒有太大的效果 反而連一轉 你看回A股市場 也是表現比較差 還有你夾眼的時間 其實現在 之前Donald Trump很有趣的 之前Donald Trump 很多的政策 主要的措施 都全部都是對外的 但是昨天這一下 你可以說針對科技行業 這些東西 其實變得好像通殺 你不要說中國的公司 甚至乎當地一些科企 如果以它的做法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個影響性其實是相對比較大 所以為何隔晚連最強勢的 NASDAQ那邊 表現都做得比較差 你看到那一堆 都真的不是很小 還有現在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他現在 就是今早上去的 還有一些技術 叫做解讀 他說不是只針對著中方 是全世界都這樣做 我都很好奇 所以大問題是這些 若不明朗的因素 再加上就是 市場到了半年結之前 其實A股你看看過去的經驗 就是自己的經驗 如果那個半年結 你真的可能資金比較上 沒有很緊張的情況的話 其實A股不會怎樣說 那些很大的震盪 但是有一兩年 一兩年 那時候銀巾有說很緊的 那幾年A股跌到七彩 跌得很誇張 其實今次有一次 是當年的狀況之餘 再加上不知這些消息 所以其實你說 這陣子的市場劇震 立體你怎樣看 如果你覺得市場 可能這些震盪 可能隨著半年結 完結之後 慢慢又會好一點 其實現在開始再部署一下 OK的 但是你認為 不是好像 即使過了半年結 你的銀巾還可能比較緊 還有米錢還是很有問題 這個局勢再賺下去 那又不奇怪 所以看你自己本身是怎樣看法 看你的脆態 我自己反而開始這些位置 就會開始找些東西 當然我平常有外顧 我都會仍然保持 但是其他的股份 如果有些比較大的震盪的話 我也有些興趣 感覺到Stanley的手痕 手痕 其實這陣子也是 但是我經常跟自己說 在那一年之前 最好就不要做不害事 因為真的有機會 你不知道他調整得 那個進浪幅度有多大的 好啊 跟著又跟Simon 談談談 昨天恆子跌了三十七十幾點 湯了一股牛仔 投資者現在的取代是怎樣 會繼續買一些貼價的牛仔 薄反彈 還是可能不會轉做膽瘡呢 我們看到其實昨天和今天情況 都有點類似 一開 其實一低開一點 投資者衝進來都會買牛 大家都很進取 一早就進取 會不會今天就像昨天一樣 一到下午大家就縮了手 因為一路煞下去 其實很進取的那群投資者 其實很多就馬上失回了 見過再撈那批投資者 其實下午會入市 又是低了 大家好像覺得 會不會再等多一點呢 今早又是 一開 大家很深厚寫個勇字 不斷掃牛仔 又是很進取的 但是一拍過來 大家又縮了手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似乎是 大家都覺得 市場好像想彈想彈 但原來不是 大家就很害怕 其實原來 大家又很受不住 又說很想進去上樓 但是其實當時 因為小小風吹早動 又很害怕 好像在說我們同事的心聲 沙文 不是說你嗎 旁邊剛才的同事就想 很想買東西 但是又不知道何時買 又怕走了 你這個也是的 我剛才進來都問沙文 我又怕走了 但是又不知道何時買 好現在大家很懶惰 這些懶惰事放 其實我也覺得很難玩 其實你說難玩 你有進取有得不進取 其實又是那句 老生常談 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傳統智慧 這些時候就對了 就是這些市場 不用拼得太準 也是的 是的 還有市場正在滑下去 順勢而為 雖然可能槓桿低一點 不算低 其實講的也有20倍 順勢而為 你買紅仔 有時的直撥率 可能比你撥反彈 相當是會高一點 是的 但是當然 你說我真的覺得市場 我次接觸的時機很準 當然要繼續買牛仔 不過應該會很難的 是的 除非你真的不用上班 每天就佈著股票機 甚麼都不需要做 因為有時剛好轉過頭 做些事就回頭 哎呀 這樣就很糟糕 其實今早也是 今早你可能以為這個市場 很快的跌了 很快的 你看看圖 要跌的那一刻 百多二百點 直撥 所以保守一點會好一點 就算你買牛仔 起碼會移過600至800點 其實你現在相隔有600至800點 都有30倍槓桿 其實30倍槓桿很高 還有現在600點又這樣說回數 真的很快就到了 眨眼就對了 你這兩天已經破了800點了 沒錯 還有這些市場 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真的要買了 或者我真的要沽也好 我覺得 又是不要經常很多的 私奶制心態 我要買一毫子 這樣嗎 掛九半 一毫子 然後上去 一毫一紙 改價改價 都是103 這個真的在說我的 完全是在說我的 忍不住笑了 我就是這些私奶制心態 然後就說一毫二紙 終於都掃了 所以既然你一毫子的時候想著要買 就要一毫子買 是要錯的 就打把就錯了 就算了 或者是止蝕 這些市房都應該這樣會好一點 最重要是大家做好風險管理 安全 始終市都比較動盪 比較震盪 說完大市之後 就想和Stanley又說一下你的外股 騰訊700 隨著恆子慢慢一步一步向下 騰訊當然也難以独善其身 加上剛才納指也有說到 收市跌了差不多2% 而中概股 我想說基本上全線都要向下 騰訊在短期內 是不是也難一點可以有一個強制 Stanley 你看支持者在哪裡 今天就碰到380 還沒有穿的 我什麼知不知道有可言 現在都說話 你不怕市房就買 不過我算是一個數字 如果以大概380元左右 由高位去計算 就是歷史高位去計算 差不多跌了兩成下來 你可以說around這個水平 大家很流行說 這個什麼牛熊 高位跌兩成就是這個 熊 你看看信不信 但通常我突然轉 我會覺得這些股 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不妨可以再hold 不過最近沒得說 你說騰訊 始終外面科技股都不好走 還有今晚的時間 說到今早早 我都預料了騰訊會跌多一點 我覺得它跌得不夠多 你看回今晚喊爸爸 8.5 其實不止跌8度 京東那些全部都跌得多 所以你說它調整一下 又合理 不過沒有的 你現在買得科技類版塊的話 你預料是要先守住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 都是沒有 分鑽當作坐貨 其實這一轉跌下來 又是一個機會 不過大家看看 大家怎樣看科技的行程 如果你覺得完全不是 已經轉了一輩子 就無謂碰它 但是我仍然覺得還可以的 不然跌到賣一點 感覺到Stanley 的信心 信念 好 接著你又跟Simon 談談 又談談卵場上的情況 始終 剛才Stanley 說的 騰訊從高位跌下來 都差不多兩成 即使不是高位 6月的高位 431元 跌下來都差不多跌了一成 到底多不多投資者 可能進取或者會撈底 會打算拼它反彈呢 其實都多 我們見到騰訊 始終都是大家的外顧 市場上每次跌 其實買牛仔 或者買認救證的人都多 不過如果現在來看 可能買窩卵 就好過買牛仔 始終牛仔的收回價 你真是不知道會跌到其深 不是每個像Sandy的實力 可以坐下慢慢坐 因為牛仔收回了就無法坐 所以你認救證 即使開頭是錯一點 如果未到指示位 還可以等一等 所以今天看看這隻 23770 23770 現在正在9700 行使價415元 未算是非常之價外 日價11% 騰訊來說11%也算低 如果你看實際槓桿都有11倍 如果看過去幾天的高低位 如果五天高低位 都去過低位129 高位都去過213 今天回跌了 跌了4分以下 現在在1毫子的樓下 如果覺得要撩 或者你還想等 騰訊再低一點的時候 入市 現在抄低號碼 找回一些call率 就會好過牛仔 然後跟兩位談談內銀股 知道Stanley對這個板塊 相對看得比較忠誠 但很多家庭觀眾 跟你做節目都知道 不停地打電話來問內銀 可不可以買 現在這個水位 又有四五厘息 其實都心動 Stanley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心動 心動不如行動 直接買吧 Stanley 說 如果你既然心動的話 當然要買一些擺客 不如你所說 有四五厘息 這樣就OK的 但記住就是說 內銀股始終有個 比較大的問題 即是說今年 甚至乎 不說今年 你打後果 這段時間也是 始終你有很多的 即是內地的政策 那些措施 其實對內銀的發展 真的不是那麼好 就是很簡單 你用這一段 叫我們說放稅 就是債存股為例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說 你將一些企業的債務 即是你扔著你的股份 這樣做 但通常做這一部的公司 都不放很多去哪裡 即是最終 能不能夠 可以順利這樣做 甚至乎 不斷可能變成永續債 那些股份不斷去 reload 即是內銀股 會不會背多了風險 其實會的 其實會的 因為你的風險那邊 你是會背重了 而且你之前有一個 資管新規的規定 其實對於它們的發展 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其實難搞 還有你其實看回內地方面 它現在做的事情 即是叫圍繞著做什麼 就去槓桿 你看到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所以來人你只要可以說 純粹以那個signal去看的話 其實是OK的 還有你四大行這些 又不會說 又不會摔倒的 又不會害怕的 但是你又去到家 有沒有機會有很大的反彈呢 如果這個影響短期來說 那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叫做半年結的因素 可能純粹是一個短暫的 即過這幾天之後 可能到下個月初 甚至下月中開始 即是你不要在片場位置的那些因素 看這件事的話可能是OK的 還有人民幣的匯計 希望可以安定一些 這些是OK的 但是你說它有沒有機會 可以大彈難一些 但是你說去回 應該說是8.4、8.5這些位置 沒有 即是說之前這些水平都不到 那要等 可能你先不要掃心了 你說現在可能看大概是 8元左右的位置 那麼可以拿一下 Stanley 說的就是健康 沒錯 接著又跟Simon聊天了 看到今天那些浪人股 都要跟大市向下 但相比之下 建行就好像硬正一點 如果做一些即時部署 應該選擇什麼水平 安全點 之前建行還在說8元的位置 所以大家選擇的行駛價都高 現在要看就選擇一些低一點 我今天帶來這隻7.6行駛價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相對就不要太過價外 這隻號碼是25109 25109的實際槓桿 都有接近10倍 如果你看看五日高低位 就由1.7至3.4 現在做1.5左右 這個位置 如果看要薄反彈 可能會彈得比的 可能8元行駛價的就會好一點 所以現在 全部你之前選擇的 可能要選擇過了 行駛價全部要調低一點 這隻7.6 我相信現在比較相對好的選擇 看好健康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25109 這隻也算貼價 這隻算貼價了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多說一隻油 說到油股 隨著油價反彈 看到三桶油 這兩天其實都表現不錯 昨天都表現不錯 之前經常都說 如果看油價再上的話 就買中學油 前輩中石油 就跟著大力士調整 跌得相對上比較急 如果抱著追落後心態 你覺得157 Stand It 你又覺得值不值得 油股都沒有太多意見 我常說油價 你看回消息面的話 我覺得是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我講幾件事 第一 上星期五晚 好像有兩個消息 第一個就是 首先沙達亞美 好像又在部署年底之前 有機會上市 一會就傳出這些消息 第一 第二就是說 伊朗又說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 我這個外交部長 他說油價 他覺得很白的 他說油價 基本上不是說一些 供不供應 水流問題 是說什麼呢 通常油價升的 是政治的事件 所以說這麼白的 我覺得 其實沒有 幾樣東西都串連了 如果油價升的話 你那些最新的鏡局 是分析 都是說沒有 那你鹽岩油那邊 又可以產出多一些 它們是有利的 油價升之餘 沙特又可以有機會 那些沙特亞美股值又可以上升 所以我覺得油價 和都 你預算會維持 雖然這陣子還是比較震盪一點 但是你預算維持會比較強 所以按道理 你說買油股 現在這位置放一下 我覺得是OK的 好 那又問問Simon 有沒有一些油股的 可能衍生工具 可以介紹給大家呢 Simon 真的要放一下 那當然是買正股 但如果要駁短期反彈 我今天都有一個推介 這隻相對進取 先和大家講一講 這隻其實是7月底到期 一個多月就到期 非常短時間 如果你真的覺得油價已經跌得很急 短線部署的話 可以想想這些 這個號碼就是19921 19921的行使價 亦都剛才符合我們所講的 行使價相對低一點 說的行使價是5.8 但是它7月30日就會到期 所以實際槓桿都高 有13倍 如果看回它的價位 它可以說三天裏面 都由5.5 都上去7號 就算由7號下來5.5 所以如果要反彈這些都OK 不過真的幾天好了 因為每天時間的損耗 是在說2% 如果持續兩三天之後 發覺原來不彈 應該要及早就要止蝕 最重要是自己平衡風險 做好一些管理 好 這一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跟兩位談到這裡 先和你們申報 首先問到Simon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Stanley呢 是騰訊的 謝謝兩位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Stanley 就會為大家解答 有關證股的問題 我們稍後再見 1-5 1 2 3 4 感谢观看